事情晚安 大家好 晚安 好 邀請教老師 怎麼來看待在今天的盤勢觀察 今天可以看到說呢 在族群的表現 比如說呢 像是在這個探權概念 近期還是非常夯的題材 還有就是在這個資通族群 可以看到今天不少呢 都是持續往上貢獻 老師怎麼看待說 先接著盤勢還有說族群的表現 首先我覺得第一個 上週連續四天的黑K 一路殺下來 然後今天就是回到那個季線 我覺得季線保衛站 這個位階看起來季線目前是有守的 倒是還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值得注意一點 就是今天的量能大概1800億 現在預估量在1800億 所以其實是有一個量縮的狀況 所以在這個拉回量縮的格局下面 我覺得今天要去做決策 可能會稍微不是那麼的適當 但是我們再從整個個股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又會覺得好像很多個股都是反而回來之後 就是有買盤有進場對不對 所以這個角度啊 我覺得第一個 我們現在比較沒辦法判斷 到底它是又多還是說真的守穩 我覺得這個第一個我覺得 可能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今天先不要急 然後再來我們從其他的角度來看 今天早盤先比較強勢的 我覺得早盤比較亮眼的 大概是化工族群啊 包含什麼1727的中華化 早盤幾乎一下子拉上去 就是一個漲停嘛 那從這族群來看的話 看起來資金會比較流向一些低基期的個股 我覺得這是一個現象 所以意思是說資金可能還是想要在市場內 會持續在市場內流轉 但是不知道去哪裡 所以先找一些低基期的 這是一塊 然後再來盤中 那包含那個 我覺得像那個軟體的族群 軟體的族群其實表現也不錯 像那個6811嘛 像這一組其實像之前 我們都跟大家提醒過很多次 但是你看今天它又忽然又發動 那旗下包含什麼 那個洪基資訊啊 貝利啊 智通 不過貝利當然就是像資金剛提到的 就是在那個ESG 就減碳的題材 因為他本來就是做這相關的追蹤軟體 這是他其中一部分的業務啊 所以貝利這一檔 在這幾天都 應該是連續三天都已經漲停了嘛 所以他當然在這個題材上面 貝利還是持續受到關注 知道沒有什麼大問題 然後因為智通投資貝利 所以智通的表現也不錯 那時候我們後來又跟大家追蹤 應該在50塊左右了 那現在也上來了嘛對不對 但是OK 軟體整個族群 我覺得表現上面都還沒有明顯的轉弱的跡象 能不能持續關注我認為都還可以 這部分是軟體的族群的部分 然後今天還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像那個3454精銳 這安控族群其實也很久沒有表現了 但今天反而在低檔的時候 他們看起來整個族群好像表現也不錯 特別是裡面6556的那個聖品 聖品反而是低檔拉了一個漲品 所以這個族群到底能不能守穩呢 因為裡面我們講剛剛3454的精銳 其實他是那個台大電旗下的嘛 所以他本來就有不錯的那個背景 然後那這一波能不能剛好趁這個時機 吸引資金回流 這倒是一塊 然後另外包含上週一 我們就開始跟大家追蹤的6625的避印 這當然演唱會的股票嘛 就今天應該說上週五收一個十字線之後 今天持續再上工 那盤中最高也有來到漲停板 那目前是漲7.77% 看起來這一組也都還是蠻強的 那包含過去我們還有什麼持續追蹤的 像3693的銀邦伺服器的族群 那銀邦早盤現在他還是管制的 他五分鐘一盤 但早盤其實也漲到215塊 那今天主要就是他開盤 開盤幾乎就佔上200塊 佔上200塊之後 等於是突破一個整數關卡 那所以整體而言 在整個 我覺得像那個什麼 伺服器的族群裡面 包含老大圍 就古王圍影6669的圍影 今天表現也不錯 漲3%多 然後銀邦我們繼續追蹤的 現在漲7%多 然後包含像那個3032的尾訊 跟5465的復華 還有3013的成名店 其實他們這一組的表現 看起來也都還不錯 那當然我覺得像那個 我們之前提到那個銀邦 一直都會幫大家一起 一起比較的是那個 5284的JPBKY JPBKY在上週跟著大盤拉回之後 今天看起來也有點指紋的跡象 所以整體而言我覺得 OK強很強的個股 還是可以持續關注 那中間當然還有包括什麼 像2485的聯宇 聯宇 今天是解封出來 然後結果 今天就馬上就拉上去一個漲停 所以看起來上週跌破月線之後 那今天又是一個漲停 可以看出來像是一個在整理區間 因為這個上週跌下來的位置 剛好遇到大概3月底 3月20幾號這一段的整理區間 在這整理區間開始做一個指紋 然後今天收個漲停長 長紅K的話 其實有點像什麼 K線型態的吞噬線的組合 所以這裡有沒有機會 再往上挑戰76塊 我認為還是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個股 我們過去持續關注追蹤的個股 如果在這一波拉回還是維持一個強勢的格局 其實還是可以找機會再把它買回來 目前建議還是會給大家這樣的一個想法 這個呢是在今天 盤面上族群的表現 那可以看到說今天其實呢 在太陽能族群也有做表現 那麼可以看到像是6244的冒底 在這一波呢 這個股價持續維持這個往上漲的態勢 老師又怎麼看在太陽能這步 其實太陽能我們還是維持一貫的看法啦 因為之前上週其實就有點熱門嘛 但是我們先講像那個3576聯合再生 他在4月19號創高 看起來像是一根帶量突破對不對 結果連續三天又跌回來 又跌回之前的平台整理區 所以整體而言我覺得在太陽能模組的部分 包含援金643的援金 甚至像茂迪 茂迪算是相對強勢啊 所以整體而言 聯合再生元金都已經跌回到之前的整理區 然後帽底還稍微還在整理區之上 做一個掙扎嘛 所以這一組我會覺得 以模組場的角度我還是沒有這麼建議 那當然之前我們每次講到太陽能 都會提到6806的生威能源 生威能源在這一波 其實漲幅也比剛剛講模組場會高很多 然後這幾天連續三天的拉回 看起來今天也是在十字線附近 其實上週五就點到十字線直跌 然後今天也是守在十字線上面 目前是收入跟十字線 所以有沒有機會在這邊指穩 我覺得倒是可以持續關注 那當然在太陽能的部分 我們在工程類的 我們還有1529的那個樂視綠能嘛 但是因為樂視綠能本身股本比較小啦 然後所以他的那個整個業績的起伏也比較大 那背景的問題我們就先不多談 但是這幾檔我覺得 如果你是想要注意太陽能的族群 倒是可以往這一部分去注意 那當然其他還有包含什麼 6869的雲豹能源 雖然看起來好像魔獸最後一場比賽不打了 但是OK 他在這個階段 其實他在整個太陽能族群的個股裡面 其實沒有比較明顯的表現 他目前的位階也在一個整理區的 相對低檔的位階 那有沒有機會反而是一個承接的機會 我覺得倒是可以注意一下 但是他的整個成交量是比較不足 比較不足是一個 稍微要注意一下流動性的情況 然後講到這一組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其實週末我在整理上週五的那個 籌碼的時候 我就發覺其實 像那個電力啊 重電的族群 其實籌碼還是都偏正向 我今天包含什麼1503的試電 我今天在這個開盤呢 開盤也是開一個平低盤附近 結果一路往上拉 甚至今天再往上創了整個波段的新高 101.5 目前是收在 目前成交是在100塊 所以百元是一個整數關卡 那他能不能守租100塊 我覺得整組啊 整組看起來 如果試電能守租100塊 那整組搞不好都還有機會持續上工 因為這一段我們可以看到 之前一直關注指標股1513的中心電 在這一波疊回來 其實上週五也是來到月線做一個止疊的動作 那其他包含華城 華城其實也是在十日線五日線附近 目前的位階也是守在五日線之上 看起來也都是屬於一個非常強勢的格局 那中間當然還有包含什麼3078的僑威 在這種充電樁的題材下面 他在上週 上週四 上週五 上週四先創新高 然後上週五 上週四 上週五 兩根黑K拉回之後 也是回到十日線附近 那他有沒有機會站回五日線 有沒有機會繼續上工 我覺得以他的獲利的狀況 跟本一比的角度 其實我覺得他的評價面並不高 雖然這一路上來看起來好像長蠻多的 但是我認為還是可以持續關注 所以這個電力的族群 電力的族群其實還是內需的題材嘛 所以這個族群能不能 他整個角度 我覺得是維持一個強勢的格局 那能不能持續關注我認為還是可以 另外我們在整理籌碼的時候 另外注意到包含像什麼 ABF三雄 其實ABF這一段時間也是蠻悶的 但是來到低檔的位階之後 上週四 反而是上週三跌破季線之後 上週四結果有一根長紅K 然後禮拜五 上週五站回季線 然後今天又繼續上工 所以他整體而言 他的位階算是相對低檔的位階 能不能關注 我覺得這也可以注意一下 畢竟他籌碼是屬於一個相對正向的格局 好 剛剛老師提到說 在這個ABF的確 因為在這波回檔是比較深 這近期也可以看到說 感覺這個股價相對這個位階比較低 感覺是可以來做佈局 不過如果說以選股的這個關鍵來講的話 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選股的部分 第一個這一波強勢的個股 如果拉回看起來是有稱的格局 我們舉個例子 像那個2634的漢翔 他上週其實跟著大盤拉回 但是上禮拜五的時候也是點到十字線做一個止跌的動作 所以如果我們就覺得 這一段行情如果之前有做調節 或者是之前沒有跟上的同學 你看他們在跟著大盤修正的過程 如果回到譬如說像以漢翔為例的話 來到十字線 然後上週五的最低價大概是52.6 所以如果你想要介入的話 我覺得可以用上週五的低價做一個那個保護 所以你把那個位階設成停損 因為如果猜對的話 理論上這個價位應該不會再來 所以說你現在譬如說現在是56塊 然後我們說那個價位是52塊6的話 其實你的停損是在10%之內 我覺得是可接受的範圍 所以說如果這一段行情你覺得 我覺得如果內心是覺得說還是偏多思考的話 我覺得可以用這樣的操作的角度 OK 但整體而言我們還是回到大盤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位階剛好來到那個季線的角度 然後之前我們在解盤也講 這個季線的位階我主觀看 我會認為有守的機率相對高 為什麼會這樣子判斷呢 因為我們從年後的那一段時間 其實大量的整理區大概就在這個季線的位置附近 所以季線一路上升之後 來到這個大量的整理區 這個位階如果沒有守住就會相對比較危險 但是能守住的話 其實不管是往上突破也好 或者是形成一個相形整理的格局也好 我們先講比較差的狀況 就形成一個相形整理的格局的話 那這季線附近的位階也是屬於相形的相對低檔的位置 所以這一兩天 如果明天能夠持續守住季線的話 我覺得明天可能是一個出手的司機 或者是說今天尾盤的時候 如果看一些個股 看起來有些指紋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出手 可以說今天試單 然後明天如果看起來真的盤是一個不錯 那明天再來做一個加碼的動作 我覺得操作上會給大家這樣一個建議 好今天同樣看到說 在這個林群可以看到說也是持續嘗試 他之前有回檔不過呢可以看到說 大概打到這個月線位置之後 今天呢又有出現反彈 老師怎麼看這類型的這個股票 這個現在這月線這邊操作是OK的嗎 其實林群我覺得他整體的業績 因為他之前當然是那個CHAT GPT的題材 其實他也是軟體類 所以以林群的角度來看 我會覺得他的技術面走勢當然沒有問題 就像事情講的 回到月線看起來是有稱 但是OK如果以整體來看的話 我個人會比較推薦像那個3029的01 其實他走勢跟林群是有點像 但是我覺得他基本面狀況相對比較好 而且整體的規模來看的話 01的規模大概在台灣 我們注意到這些軟體整合的族群裡面 01的規模相對是比較大的 然後中間包含像什麼612的麥達特 這一檔比較少人在講 但是我覺得他第一個他的規模也還不錯 然後再來還包含什麼4953的微軟 微軟當然背後就是微創軟體 就微創旗下的 所以我覺得像剛剛講的這三檔表現都還不錯 但是因為紅機旗下的包含6811的紅機資訊 今天已經漲停鎖住了不好買 然後包含自聯服務 自聯服務其實他的股價的表現跟基本面的表現也不錯 所以如果你想要買一些有大廠在背後支援的 我覺得6751的自聯服務 跟剛剛4953的微軟 或者是6690的安基資訊 我覺得這幾檔都可以考慮 那林群的話我覺得相對他的 我覺得他的誘因對我來講可能就沒這麼高 另外如果你是想要追像貝利或資通 因為資通他們的相對規模就小很多了 不過貝利當然就是在風口上 因為你說包含滑指什麼永豐魚 今天表現也都還不錯 所以說在這個ESG或減碳的題材上面 真的很積極很積極的同學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追貝利的話 是可以考慮了 但是OK我們建議 如果以穩健的操作上面 我們會建議大家就往我們剛剛提到的那些個股 我覺得會相對比較安全一些 好 今天還是要來看一下說 在這個盤面上的熱點 就是記憶體的部分 可以看到說比如說 在這個4967的時選 今天也是出現大漲 那麼在這個現階段的記憶體的 這個部分老師怎麼看待 其實當然講到時選啊 真的漲到無法無天嘛 包含我自己朋友也來問我說 時選到底在漲什麼 但是講實在話 我真的也找不到原因說他在漲什麼 所以其實你看講記憶體的族群 我是比較少推薦他了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說推薦一些 有基本面當背景的一些個股 OK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你說能不能回頭去買一些記憶體的族群 我會覺得主要狀況是這樣 因為第一個我們先講說這個週末 我們來講說那個籌碼的部分啊 籌碼篩選出來 其實我會發覺好像面板的族群倒是 好像開始有一些籌碼在進駐啊 包含友達群創彩晶等等 其實看起來確實是有籌碼進駐的狀況 但是一個缺點 就群創旗下的小金基 6861的瑞森光電 其實他今天他目前的價格121嘛 他那個IPO之後最低價大概是120 所以簡單講如果他跌破120就會破發 所以在這一組的個股 我覺得之前我們一直都講 緊急循環的族群 我們把記憶體面板跟被動元件 搭在一起觀察 所以在這種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瑞森光電還在處於一個破發的 可能破發的階段的時候 那要不要急於回頭去接這個記憶體的族群 我覺得要稍等一下 稍微停看聽一下 但是OK 我們先以威剛為例 3260的威剛 威剛在那個4月11號創高之後 其實一路拉回 每天都收黑K嘛 已經連續二四六八 九天連續九天的黑K 但今天開評 但目前是一個紅K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要注意 接下來能不能有一個直穩的格局 因為他回到這個位階 其實我覺得有點對應什麼 有點對應3月9號那個高點的位階 意思是說下方大概是有個整理區 有一個支撐的位階 所以在這個位階 如果我們講72塊附近能夠守住的話 是不是能夠做一個進場試單的動作 我覺得倒是有這個機會 而且他的KD剛好也是來到D檔 準備做一個黃金交叉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先不要急著今天去拆低點 如果明天看起來有一個直穩的跡象的話 這時候去進場 然後我們把昨天上禮拜五的第一點 來做一個停損的位階 我覺得這樣操作可能會相對安全一些 這個部分的建議會給大家這樣做參考 好最後一點點時間問一下老師 今天看到說在回檔的族群 比如說在IC設計 IP股的部分都比較弱一些 老師怎麼看 這個部分我覺得就要 第一個稍微注意一下 我覺得第一個先注意的是什麼 像那個自圓 因為自圓今天的格局 其實是有點破底的跡象 因為過去這一段上來 我們大概會抓相對低檔的位階 是2月22號 當天的低點大概181附近 181這個位階現在收盤 現在成交價是177 所以是很明顯的跌破了 跌破了 但是他的狀況其實敗向是在上週五 其實上週四在盤中已經跌破季線 然後雖然收盤收上去 但是上週五馬上又再一根黑K 又跌破季線 所以從上週五大概就有點轉弱的跡象 這一個部分我會覺得 我會聯動的觀察像什麼 像6770的利基電 其實利基電大概也是在上週五是三 上週三的時候 其實就一根黑K跌破一個整理區 那其實上週四 我們講台積電法說會的時候 盤後有做一個解析 在我的頻道上面 我會覺得聽起來看起來 那個承收製程的狀況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上週四台積法說完 我就有特別警告說 其實承收製程 我覺得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從這個角度 利基電當然破底破的很明顯 沒有問題 但是像2303的聯電 其實上週五也是跌破季線的格局 所以整體而言 我覺得承收製程 包含世界也是 上週也是跌破季線 所以整體來看他們會比較危險 所以相對對應到那個IP的族群 或者是ASIC族群 當然首當其衝的就是自圓 所以自圓這個地方 我提醒大家要注意 因為破底 因為破底這個地方 我會建議先出廠觀望會比較安全 然後暫時回到這個IP族群的話 包含什麼3443的創意 現在目前是在季線附近做掙扎 目前看起來是有點守住的跡象 然後包含3661的世新KY 其實這週末我們看一些外資的報告 其實還是有蠻多人 都持續看好世新KY 因為客觀講 我會覺得世新 他還是整個基本面狀況是不錯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族群是 還是維持覺得比較偏樂觀的看法的話 我覺得世新反而是在他拉回的時候 有沒有時間找一個技術面相對比較好的買點 去做介入 其實我個人會是比較樂觀的預期 但是OK 這個地方如果我們再講細一點 他今天的位階是來到一個低檔1175的位置 那之前我們抓 如果抓前一波整理的低檔 我們可能會抓3月30號 那個低檔的位階大概1180 然後跟3月29號那個低檔位階大概1140 所以如果1140到1180這個位階能夠守住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可能這附近 是一個相對低檔的位階 不過這個要考慮自己的資金的配置 因為1200塊左右的股票 你一張120萬嘛 所以如果你手上是可以買 然後也可以加碼的同學 我會覺得在這附近 如果明後天有一個指紋的跡象的時候 在這邊先做一部分的買進倒是沒有問題 如果真的做對做上去 因為外資很多的那個目標價已經看到160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可以注意 所以這個地方先買 然後如果能站穩大概在130以上的話 那我覺得 反而是可以找機會再來做一個 試機加碼的動作 但是到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就大概就會看到說 整個大盤的狀況 那講到大盤 那當然我們回頭再測一下 我們講一下像台積電好了 我覺得台積電要主要的重要價位 我會大概抓504 504是之前來過幾次的位置 3月16號跟2月22號 大概都是來到504 然後就只跌上去嘛 所以今天剛好低點 也是來到504 所以504這個價位能不能守住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點 那當然504距離500塊 整數關卡大概也距離不遠了 所以一般我們在觀察的話 我們大概不用抓這麼緊繃 大概抓500到504這個位階 如果500塊這個位置能夠守住的話 那我覺得如果台股要反攻 那台積電在這個位階就非表態不可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台積電整個狀況也不錯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位階反而是可以考慮的位置 那如果接下來台積電能帶動大盤反攻的話 我覺得IP族群在創意跟世新 這一種HPC這樣的概念的話 因為台積電的法術會 我覺得在高階的製程的部分 還是維持一個相對樂觀的格局 我覺得比較差的地方可能在承受製程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從台積電 給大家做一個整個策略的觀察 待會給大家這樣一個建議